論語 如果作為一個家屬 有什麼因應知道呢? 這裡面每一條 我幾乎都有寫過文章 都可以在我的部落文裡面看到 每人都说要我对我妈妈 是不是妈妈好一点 要天要做这个做这个 那谁来关心我呢 我都快已经要崩溃了 就是说那是二十四小时的工作 恐怕不是一天二十四小时 恐怕一定要工作三十六小时才过 所以它是个隐形的病人 那照护者的角色呢 其实是要维持病人的现有的功能 让他过有尽量的生活 有些什么方法呢 阿郑海默症各位看到那个图 它是越来就是慢慢的越来越快 所以它轻度、中度、重度 照顾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随着病程的变化 调整照顾方法 各位有看过农艺台的那本书 叫目送吗 好厉害喔 目送里面 他有谈到他的妈妈有阿郁海默症 有四字症 所以妈妈比较轻度的时候 他会记得他会想到他银行有存款 他要去处理 对不对 所以呢 他就在墙壁上贴很多字条 什么啊 华南银行有两百万 什么也有 写的并不一定对 但是那妈妈看很幻想说 我的潜在 对不对 然后呢 那妈妈后来变成比较严重的时候 妈妈根本不记得他银行有什么存款 所以这些条子就可以拿下来了 就每一个情况照顾的方法都不一样 我妈妈是有四字症的 我妈妈在轻度的时候 我妈妈是很聪明能耐的 他有精度失智的时候 我跟我哥哥就跟你我妈妈讲说 来来来 你那个很多存款 他们都是用定存的 你这个存款拿下来 我们抄下来 我们两个当证人 我们替你记下来 替你保管 对不对 结果我妈妈就很好 就把全部都给我们 然后我们也就是写一个列号 一个列号就要多少钱 这样你知道 结果认完之后 我妈妈怎么讲 你都知道我留钱了 你也要先帮我知道 什么